非常奇怪,昨天,小豆豆第一次捡到了钱,是从学校回来的电车上捡到的。 在自由之秋车站坐上大井丁县的电车,快到下一站绿之秋时,有一处是大拐弯。 电车到了这里,总要清闲一会儿,小豆豆昨天也是把两只脚分开,用力踩住地板,免得站立不稳。 小豆豆总是喜欢站在电车的尾部,如果朝着电车前进的方向来看,就是在右边车门的旁边。 这是因为,到了小豆豆要下车的那一站时,是右边车门打开,而且,这个车门离车站的台阶最近。 昨天,就在电车要倾斜转弯的时候,小豆豆发现脚边有一个东西,好像是钢蹦。 但是,以前有一次也以为是钢,捡起来一看才发现是个钮扣。 所以,小豆豆心想,要仔细看一看,再判断是不是钢。 电车转过弯之后,开始笔直地前进,小豆豆把脸凑上前去,仔细看了看,一点不错,果然是钢,是一枚五分硬币,可能是附近的人掉的。 电车倾斜的时候,滚到了这里吧,可是那时候,只有小豆豆一个人站在那里。 怎么办呢? 小豆豆想起了不知谁说过,捡到钱的时候,立刻交给警察。 不过,电车上并没有警察呀。 正在这时,电车最后面的乘务员试得门开了,乘务员走到了小豆豆的这些车厢里。 小豆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,右脚飞快地踩在了硬币上面。 乘务员经常见到小豆豆,已经很熟悉了,看到他就微笑着质疑。 可是,小豆豆这时的心思都在右脚下面,不能像平时笑得那么欢畅,只是微微回报了一笑。 这时候,电车到了小豆豆要下车的前一站,大岗山,对面的车门打开了,不知为什么比平时多上来好多大人,挤在小豆豆的身旁。 小豆豆拼命地坚持住不挪动右脚,一边想,下车的时候,把这枚硬币捡起来带下去,交给警察。 但是,马上又有了新的念头,可是,从脚下拿钱的时候,如果被大人看到了,也许会以为我是一个小偷吧,那可不好。 当时的五分钱,可以买一小盒一糖,或者一块巧克力,在大人看来,并不是什么大数目,但对小豆豆来说,却是一大笔钱,他不由得非常担心。 对了,我可以小声说,哎呀,我的钱掉了,这壳的捡起来,然后再捡起来,那大家就会以为是我的钱了。 但是,立刻又觉得不妥,如果我这么说的时候,大家都朝我这儿看,也许会有人说,那是我的钱,那就很可怕了。 左思右想的结果是,在电车快到站的时候,小豆豆蹲下来装作寄鞋带,悄悄地捡起了那枚硬币。 小豆豆满头大汗,手里握着那枚五分硬币,站到了约台上,不由得很疲倦了。 而且,如果从这里走到很远的警察亭,去交这枚硬币,回家就要晚了,妈妈会担心的。 所以,小豆豆一边咚咚地走下车站的台阶,一边认真地想着,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 今天,些谁也不告诉,明天把钱带到学校去,和大家商量一下该怎么办。 而且,学校里还没有别的孩子捡到过钱,一定要给他们看看,这就是我捡的钱。 接着,小豆豆开始考虑藏钱的地方。 如果带回家,妈妈也许会问,咦,这是怎么回事? 所以不能带回去。 于是,小豆豆钻进了车站旁边的小树林里,藏在这里的话,谁也不会看到,而且,好像不会有人进来,是个很安全的地方。 小豆豆用木棒挖了一个小坑,把那枚珍贵的五分硬币放到坑的正中间,然后盖好土,又找来一块样子特别的石头,放在上面作为标记。 忙完之后,小豆豆走出小树林,急急忙忙地赶回家。 平时,小豆豆总是不停地说着学校的事情,总要妈妈提醒说,到睡觉时间了,才肯罢休。 但是那天晚上,小豆豆没怎么说话,就早早地睡了。 一觉醒来,到了今天早上,小豆豆立刻想起了自己秘密埋藏的宝贝,不由得激动万分。 小豆豆比平时早一点出了家门,一边和洛基玩着赛跑游戏,一边钻进了小树林里。 找到了,找到了,昨天,小豆豆放的那块用来做标记的石头,还好好的待在原来的地方。 小豆豆对洛基说,给你看一样好东西。 说着,小豆豆移开石头,把坑挖开。 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,那枚硬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小豆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事情,被别人看到藏钱的地方了,还是石头移动了。 小豆豆做了好多种假设,这里那里挖了好多个坑,但那枚五分的硬币最终也没有出现。 虽然不能给巴学员的同学们看自己捡到的钱,未免遗憾,但这时,小豆豆最强烈的感觉却是,真奇怪。 这以后,路过小树林的时候,小豆豆又钻进去挖过,但那枚捡到的五分硬币,再也没有出现过。 被岩鼠拿走了?或者是,你昨天做了一个梦?或者,被神仙看到了? 小豆豆做了种种假设,但无论是哪一种想法,这种事都是那么不可思议,无论到了什么时候,这都是件无法忘记的怪事。